姐姐你的房子你装修好了吗 装修好喽 要不我两个换来住吧 我两个换一套住吧 换啊 对啊你住我这套我去住穿你那套 换来住啊 对啊我住穿你那套看一下 都一样了房子 你那套之前你也住过了呀是不是 我这套比那套还大呢 换一下住一下看一下 这样不好吧 没事的 两姐弟没事的 我都没得住你住进去不好吧 我想把你住在看一下好不好啊 肯定好啊必须好 你住你那套是一样的 我那套我住太久了住你了 我要换一下新来住一下 都说是一样的喽 所以房子不一样 一样的啊 那我觉得我那套给你 你那套给我我换 给你啊 我换啊 我那套给你那套换了 我第一说我这套给你你那套就来给我啊 对啊 反正我那套比你那套大好多好多 你也不亏啊 我不亏吗 不可以啊 我那个那么大 我这个是新房 你那个是旧的 我那个大 我那个好大的 那大你干嘛不自住 我要去新的看一下 一样的新的 他有咋全 还是你那个旧的好 跟你说 你就住 你让他旧的吧 你说旧的好 你跟你放一个不要 哎呀 那个是我的 能跟你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的 哎呀 吃叶饼啊 对啊 吃叶饼 好吃叶饼 中秋节都过了 叶饼还没吃的 等一下我来开 就是你别想着我那套房 我那套房其实还没 你那套好住的 你那套一百多个平房 我这套才八长这么大 所以说有三个房间 那以后你娶了老婆 住进去也不够大 是不是 在大便换人 换来换去那也不好啊 你如果在我这边 住习惯了 我去你那边住习惯了 又又换 不好的 你就住你那套吧 好 住你那套 以后有钱 哎 要不然在吗 你直接把你那套卖了 买在我隔壁跟我住邻居啊 我那里还有大的啊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而已 有那么多钱的话 我都买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啦 我那套我又舍不得卖啊 啊 我那套我又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 对啊 有 有舍才有得 要不然我把我这套卖给你60万 那我卖换就好了 换啊 我这太聪明了 直接说换 我说卖给他 他说不要 就想着我那套房 真的是我那套房我是留来结婚用的 你吃哪一块 还是要这样切一块呢 要切小一点 怎么大吃不完 都是这样的 有了新的 都想新的 旧的话就不想要了 到时候说不定我这套我住久了 我也不想要了 等我住一段时间先 你先吃 等我住一段时间先 我感觉如果没你那套好住的话 我就跟你换 吃叶饼切叶饼 中秋节都过了 还没吃叶饼 那你不搅叶饼饼 从后开始吗 发生了 五人的 好多吃 好久都没吃过叶饼了都 不知道什么好不好吃的 能吃就好了 别想着我那套房 还是好好吃叶饼 你要是在你旁边吃这个叶饼 我那里还没弄好 等我那里弄好了 我再带你去 过年吧 你回来说我再带你去 这几天也比较忙 你在家里面陪下老妈 还有奶奶他们 还没弄好 最后是我那里 扎具扎店这些还没有弄进去 我弄进去的话再去看一下还好 没弄进去卫生也没搞太脏了 去也不好看 放心吧 我留一间房子给你 留一间给你 留一间给老爸老妈 就刚刚好了 到时候 你想过来我这边住就过来我这边住 你想回去你那边住就回去你那边住 反正离的又不远 是不是 就在隔壁不远 青州范围内而已 是不是 没事的 你跟他不愿意跟我话吗 肯定不愿意啊 你开玩笑 我那倒是新房 你那倒是 是住了这么久 旧的我肯定不愿意啊 我那边也好看的 就大了就吃大了 你那倒说实话 比这是大 但我还是喜欢我这套小巧玲珑的 再吃啊 不行啊 吃不喜欢 是不是我没不给你换你就吃不大了 吃不大不高兴了 给你给你去住可以 你想去住的话给你住 但就是不能换 我的房产真是在我名上的 你那里是在你那里的 怎么换得了 不要过来就可以了 可以换过来就可以了 嗯 很麻烦呢 不麻烦 麻烦 不想换你这么麻烦 这么麻烦 一扎就好了 一扎就好了 你一扎就好了 你以为这样吃叶饼切叶饼切好 就可以放嘴里面吃了 不吃了 不吃了 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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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算了很自私 走呗 走吧 我爹够聪明了 还想跟我 两个人调换上房子 哪里住 我呢 其实呢是给他留了房间的 三个房间嘛 有一个是留给他的 他去我那里的时候就可以住 我呢 其实呢是给他留了房间的 你要有一个呢是留给我爸妈的 都可以住了 他那非得要想着 杂粮的房子 再要调换 这样肯定不行啊 是不是啊 以后有争议的啊 住是可以住 但调换就不用了 真的 到时候真的啊 会吵架了以后 如果他那时候 长了我 这套爹了 也就会吵架了 所以说他是吃饭